大家看看我們的花園最新的狀況 我們多了一個桌子 然後這裡就放了一個燒烤爐 其實已經用過一次了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的花園大家看看 是有很多的雜草生了出來 我早幾天才清過一次雜草 是都清得幾乾淨一下 但是因為現在天氣熱 隔幾天那些雜草又再生出來 之前我是用手 就逐條逐條雜草去拔的 但是實在太過麻煩了 所以今天買了一件東西回來 用來幫我手清雜草 那件東西就是這個 手動除草 手動剪草機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這個 鏟草機 就已經合成好了 馬上試一試它的威力 先試一下 咦? 好像真的威力 鏟草機 鏟草機的威力 都鏟到D 又不是不行的 其實還可以的 當然這個就不是除草 就是剪草 這個就是 都可以的 輕鬆過 就這樣用手去慢慢除 一定 OK的 玩了幾分鐘 已經剪了這麼多的雜草 但當然 有很多 譬如在樓梯邊的位置 這些雜草 因為它太貼近樓梯 所以很難可以用這個剪草機 來剪到 但你說其他的位置 OK 不過我們那個草皮 不是太漂亮 一塊塊的 看來要給多些肥料 給多些肥料 讓它靚仔一點 雖然比起剛才來講 都靚了很多 很多雜草都已經 剪斷了 但是 也有一句 要加多些肥料 要等草生得靚一點 現在還是有點 暈暈暈暈 現在還有一點 不過這一部機 買回來 一萬日圓 九千多日圓 五塊幾港幣 蠻好用 不錯 要移動 一個特捷